他本身就比我高 不对 过去大家都差不多 而且这期培训班是打破重来的组合 是省委省政府预备的第三梯队 可是你现在做一个虚职的信访局副局长 倒还悠然自得 这不是你 甘露似乎从儿女情长里走出来了 开始正襟危坐地与我讨论起仕途关系来 我站起身说 工作没问题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任何一个位子 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 为老百姓办事的 我想都是我想要的 也是我的人生目标 甘露吃惊地看着我 不相信地摇着头 我低声说 要起路了 我们回去吧 他还在迟疑 我已经不由分说拉起他的手 甘露的交流整整进行了四天 四天里 我陪着他去了三个线信访局 其中就有我的根据地 春山县信访局 四天里 我们再没任何亲热 甚至一个暧昧的眼神都不曾有过 我心里暗暗失望 本来以为这几天会有惊喜 谁料到最后风平浪静 还是市长亲自出面举办了欢送晚宴 宴会一结束 甘露就被他们市里的人 前呼后拥着回了房间 我不能去打扰他了 一个人站在后花园里 闻着阵阵花香 溃然长叹 甘露走后不到一个月 我按部就班在信访局上班 每日与徐美丽说笑几句 然后回家吃饭 继续迷恋我的老婆黄薇薇 陈蒙和素雅 他们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 生活里见不到只言片语 我去过苏娟他们住过的酒店 得知他们在我见过一面后的第二天 就退房走了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没有人告诉我 我也不好打听 市政府的调查小组快要工作不下去了 当事人没找到 一切都是空谈 历练副秘书长召集我们开会 要求我们务必在两个星期之内 找到当事人 事实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连根毛的影子都没找到 当然 这一切已经与我没有关系了 我在甘露来访后 历练副秘书长就宣布我退出调查组 全力配合甘露的信访交流 甘露走了 历练也不让我回去调查组 而是叫了第一副局长坐了我的位子 我无所谓 我早就知道 调查组最后会无疾而终 不管历练 用什么手段 他都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下午我在办公室一个人喝茶 门枝压一声推开 随即就看到钱有余挤了进来 我头也没抬地问 有事 钱有余黑黑地笑 递给我一支烟说 老弟 不理哥哥了 我没好气得地说 老钱 这是办公地方 没有什么大哥小弟的 请你说话 注意一下场合 钱有余被我一顿抢白吓了一跳 抬眼四处看 看了半天后 脸上又挤出一丝笑来说 没别人在 没别人在 我眉头一皱说 你眼睛看不到人 不表示没人在 隔墙还有二呢 是是是 他一叠声地道歉 举手赏了自己一个嘴巴地说 我这个人就是个农民 分不清啊 他的动作让我想笑 但我不能笑出来 我只要一笑 钱有余就会得寸进尺 毕竟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 彼此太熟悉了 我指着对面的沙发让他坐 给他倒了一杯茶说 老钱 今天怎么有空了 自从上次我与他分开后 我再也没见过他 期间 钱有余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约我一起吃饭唱歌 都被我坚决拒绝 钱有余屁股一挨着沙发 就气急败坏地嚷起来说 老弟 哦 不 玉局长 你要给我做主啊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问 什么意思 钱有余起身去关了办公室的门 回到沙发前 坐下说 郭伟这个狗日的 简直就不是人 他怎么了 他耍我 我一了一声问 他怎么耍你了 钱有余脸色阴暗 一副要哭的样子 他的这副神态我见过 当年我与邓寒宇一起抢他投资的时候 他就是这副模样 不可否认 钱有余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农民脚下 他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 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不会对任何事情出手 这一点 从他发迹就能看出来 钱有余就是个木匠 木工活做的确实与众不同 但不管怎么好的手艺 也抵不住别人的赞誉 人都要学会自己营销 钱有余在这一块是无师自通的 因此他从一个木匠能做到今天腰缠亿万 岂是一般人能逼你得了的 钱有余狠狠地抽着烟 不一会 我办公室里就烟雾腾腾 他扔掉烟头 拿脚在地上踩 我没制止他 他的这个习惯我理解 苏西镇的苏西宾馆是那么好的场所 他钱有余照样式 烟头照扔 浓潭兆土 郭伟狗日的不见人了 钱有余叹口气说 我不禁玩耳 郭伟不见人很正常 人家休假或者其他什么事 不见几天算什么事 账户上的钱 全部被他转走了 钱有余又摸出一支烟来 我吃了一惊 问道 你说清楚 点 什么意思 钱有余看我来了兴趣 张开嘴笑了起来 一口焦黄的牙 在我面前分外刺眼 钱有余是苦笑 但凡他是发自内心的笑 一定会笑出声来 而且声音很大 不管不顾 电话打不通 家里找不到人 办公室也找不到人 问人说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钱有余机关炮一样连珠说着 你知道的 我在银行贷了款的 这些款 有一半存在他的账户上 我心里一沉 问道 老钱 你怎么把钱存他私人账户了 钱有余终于绷不住了笑 哭丧着一张脸 说 是他要求的 说存在他账上安全 再说 他给的利息高 你呀 我气急了 指着他骂道 你这人 一辈子改不了吃屎的习惯 钱有余被我骂得一声不吭 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给你什么利息 我问 他说 他身边有很多老板 都是有实力的人 因为扩大投资需要钱 但从银行拿 手续麻烦不说 还不见得拿得到 所以他们愿意出高利息 找私人借 这个事 我几年前也做过 确实是帮了别人 自己也能得到好处 你就给了郭伟 让他转手借给别人 是啊 他这个人 我看还是很正直的呀 你就等着死吧 我瞪了他一眼 掏出给郭伟打电话 果然 语音提示我 用户不在服务区 再打 还是这个女人在说话 我恼怒的将摔在茶几上 冲着钱有余喊道 走 我们去找他 钱有余却不起身 他低持着头说 该找的地方 我都找遍了 人毛也没找到一根 我心里一紧 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心里蔓延开来 我就不相信 他能飞上天 顿入地 我说 将烟在手心里揉碎 飘飘洒洒 扬了一地 他确实顿不了地 但他飞上天了 是吗 我感觉一股血 从脚板底下升上来 具体点 我几乎是吼着问 具体不清楚 钱有余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双手一摊说 我听说 他跑了 去美国了 他去美国干嘛 我脑壳里一片浆糊 去国外生活了呀 钱有余搭拉着脑袋说 他不回来了 我也要死了 胡说 我大吼一声道 你这消息准不准确 钱有余迟疑地说 我也说不准 这下轮到我哭笑 不得了 倘若真如钱有余说的那样 他钱有余毫无悬念 宣告破产了 钱有余一破产 我小姨的钱就回不来了 雪来又怎么办呢 不行 我得去找他 我扔下钱有余 起身往门外走 钱有余跟着我屁股后面追出来 在走廊里迎面撞见许美丽 他看到我脸色不好 将身子贴在墙边 给我让出一条路来 低眉顺眼地说 玉菊 你出去啊 我没搭理他 故自往前走 走了几步 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于是转过身 喊住许美丽说 许科长 我跟你说几句话 钱有余看我跟许美丽说话 他知趣地先下了楼去 站在楼梯口对我喊道 我先下去等你啊 我瞪了他一眼 又换了一副面孔 对许美丽说 许科长 我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许美丽受宠若惊地说 玉菊 您吩咐就是了 别客气 你一客气 我就害怕 我想笑 却笑不出来 带着许美丽回到办公室 劈头就说 许科长 你去帮我找一下老万 找他 许美丽疑惑地看着我问 公还是私 算是公 也算是私 我说 不去 他坚决地回绝了我 帮我忙嘛 我差不多是哀求着他 我这个口气跟他说话 还是第一次 因此许美丽周深表现得 极不自然起来 什么事 他迟疑地问 让老万帮我查查 工业园区的郭伟 是不是有出镜记录 你认识郭伟 为什么要查他 当然认识 原来在县里的时候 我们是搭档 我叹口气说 只有老万 才能帮得了这个忙啊 许美丽犹豫了好久 才说 我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再说 你跟老万也熟 怎么自己不去找他 我直接了当地说 我不方便 再说 我这也是受朋友之托 当然 如果你也不方便 这事就算了 许美丽一听我这么说 赶紧说道 我没什么不方便的 既然欲举有事相托 我就帮你一次吧 办完了这件事 我下了楼 看到钱有余 站在车边等我 我走过去说 老钱 你今后是变人 还是变鬼 就等一句话了 钱有余脸色灰白 在阳光下 我才看清 他满面愁容 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我知道他是顶不住了 他要是顶得住 不会来找我 我对于钱有余来说 就是他的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 郭伟真如空气一样 突然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工业园区管委会 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和钱有余 在郭伟的办公室门口 等了一天 连他的影子也没发现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许美丽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 他告诉我 郭伟确实在一个月前办了护照 但经过查询 没有发现他有出镜记录 我丝毫也不怀疑 许美丽提供给我的消息 他的消息来自于万小 万小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公安局长 要查询一个人是否出镜 并不是男士 郭伟没有出镜记录 说明一个问题 他还在国内 至于在什么地方 就没人晓得了 钱有余不安地说 他是不是换了名字出镜了 我心里一顿 随即释然 既然许美丽已经说了 郭伟办了护照 他就没必要使用其他名字 再说 郭伟只是一个处级干部 出个国屡个游什么的 法律与纪律都是允许的 虽然自我安慰了一番 心里终究没底 于是亲自又给万小打电话 开门见山说了自己的疑虑 万小愣了半想才笑起来 笑骂我道 玉局长 你这人不够兄弟吗 这么个屁事 还要绕个圈子让女人来问我 我黑黑的笑 不解释 万小指责完后 顿了顿说 玉局长啊 你说的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像你说的这类情况 还是有发生的 说完后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急切地问我 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我打着哈哈说没事 告诉他 郭伟是我的老同事 只是这几天没有他的消息了 随意问问而已 万小自然不会相信我的话 他沉溺会说 你打听一个人 还要打听到我头上来 而且还打听人家有没有出国 这是我怎么觉得不寻常 万小做了一辈子警察 警觉性非常人能比 我也不敷衍他了 干脆直接了当地说 万局啊 我怀疑郭主任携款潜逃了 万小显然也吃了一惊 他半天没说话 两久叹道 真要出了这摊的事 大家都麻烦了 挂了万小的电话 还没揣到口袋里去 徐梦达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系 一来是因为忙 二来在我的心底 多少还是对他有意见 当初要不是他隐隐约约 透露我的前途有望 我也不至于高枕无忧 等着天上掉个馅饼下来 没有徐梦达 我首选一定是 林副省长的公安厅 再不济 我也会想办法留在省委省政府 毕竟我是干训班的学员 又是班长 在某些时候 这个班长的身份能加不少的分 我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不能说与徐梦达没关系 他在坚决拒绝我去省公安厅时 透露出 我能留在省委宣传部 胎爷子徐达的身边 我以为前途一片光明 谁撂到最后一片黑暗 现在唠叨的这个信访局副局长的位子 丢在街上 狗都不吃 我有气无力地说 徐哥 你好啊 徐梦达不跟我客套 命令我说 你现在出发 晚上一定赶到省里来 我迟疑地问 徐哥有事 急事 我嗷了一声说 端木呢 你跟端木说了没有 我知道端木九名是徐梦达身边的一条狗 虽然他是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 但在徐梦达的眼里 他就是一条无比听话的小狗 端木是个没背景的人 比我更草根 别看他的名字搞了个父姓 显得与众不同 很了不起的样子 其实他是真正的农民子弟 他本名并不父姓端木 而是很直接的一个 木 姓 他现在的名字是他读大学后改的 不过说也奇怪 没改名字之前 端木站在人群里 一点也不起眼 改了名字之后 他在人群中就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以至于省里来学校招人的时候 一眼就相中了他 端木未去组织部之前 是在徐梦达老爷子徐达的手底下干活的 他在宣传部的时候认识了徐梦达 从此两个人就混在了一起 到后来徐梦达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将他从老爷子身边调开 直接进了组织部 我在问过徐梦达之后 脸上开始冷笑 徐梦达却不理我的茶 加重语气说 徐梦达你少跟我裸里把缩的 废话不多说 我在省城等你 徐梦达这样说话 是我把当兄弟看 我在他眼里 绝对不是端木的形象 如果他想让我如端木一样的活着 老子是不伺候的 我连身说好 挂了电话 转头对钱有余说 你继续找 我去省城一趟 徐梦达我现在不能得罪他 得罪他 就是在给自己前进的路上设置了一个坚硬的障碍 他能不能帮我 我不知道 但他要想害我 就是半个指头的事 车上了高速 我先给老婆黄薇薇打了个电话 说有急事去省城一趟 打完后又给朱花雨打 打了几次没接通 估计他在上课或者其他什么事 挂了电话后开始提速 薄木时分 我的车刚进省城 朱花雨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你打我电话 他温温柔柔地问我 我心里一阵温暖 逗着他说 你电话都不接我的 打不打有什么意思呢 朱花雨在电话里咳咳地笑 压低声音问我 想我没 我冷了一下 老老实实地说 你说呢 我会随便给你电话吗 他叹口气说 我也想你 可是我们隔得太远了 想看你一眼都看不到 朱花雨的这句话 让我心里一阵翻腾 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女孩子 就像一块冰清玉洁的美玉一般 令人有把玩的冲动 却不敢藏猥亵的心思 要是你今天能看到我呢 我逗着他说 你想做什么都行 他毫不犹豫地送过来一句话 我似乎能看到他的一张脸 已经红到了脖子根 他与黄旗善交往这么些年 尚能保持 处子之身 单凭这一点 我就不能不去爱他 钦佩他和尊重他 他能对我说出这些话 就是对我不设防 一个女人对男人不设防了 他的生命也就交给你了 等着我 我说 也不说其他话 挂了电话 徐梦达已经不住在疗养院了 他回了家 与老爷子住在一起了 我想着第一次去徐老爷子家拜访 无论如何也不能空手去 但又不知道送个什么东西好 想了老半天 直到远远地看见端木的车停在路边了 我才一脚踩住刹车 端木先来了 我应该早就明白 徐梦达的事 没有端木不参与的 省委干部家属区随便进不了 像我这样挂着外地牌照的车 想进去比登天还难 我干脆掉了头 开车去省师范大学 我掏出电话给朱花雨打 让他现在到校门口来 朱花雨还不相信我来了 笑着说 我忙着呢 我严肃地说 出不出来 不出来别后悔 朱花雨这才相信我真的来了 欢天喜地挂了电话 说他三分钟之内就到 我的车一到师范大学校门口 远远地就看到路灯底下的朱花雨 这个地方老子待了四年 四年的时光最让我后悔的是 就是没谈过一次恋爱 老子当年是多么纯洁的一个人啊 如今就地重游 我要与这里的一朵节语花 谈一场没有结局的恋爱 朱花雨拉开车门 将身子凑过来 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说 你真来了呀 我笑笑说 来看你呀 他撇了一下嘴说 鬼信你呢 说来省里做什么 我就把要去 徐老爷子家的事说了一遍 问他第一次去登人家的门 带什么东西比较好 朱花雨想了想说 像他们这样的家庭 什么都不缺的 送什么他们也不会在意 不如 我紧直着问 不如什么 朱花雨抬眼看了看我 奄然一笑说 不如空手上门 这样给人的印象更好 我迟疑地问 不好吧 朱花雨伸出手来 在我大腿上摸了一把说 当然 如果去普通人家 空手去 人家会说你不懂人情世故 但换了他这样的人家 空手去更显得你清脸啊 我如体壶灌顶一般 一把拖过他来 在他柔软的唇上亲了一口说 老子就空手了 不 我要带上自己的宝贝 一起登门 宝贝 朱花雨疑惑地看着我 我指着他大笑道 你就是我的宝贝啊 他的一张脸顿时飞红起来 扭捏地说 我才不是你的宝贝呢 你的宝贝在横跃市 叫黄薇薇 我不想与他争辩 他上了我的车 就得任我摆布 他要是不想任我摆布 也不会上我的车 我再次掉头 静止往徐梦达家开 在路上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 我已经到了 徐梦达说 安排端木下来接我 问我吃过饭没有 我直言相告 一路上紧赶慢赶 水都没沾牙 徐梦达在电话里 哈哈大笑 说等我一起吃饭 到了省委领导家属区 果然看到端木 黑着脸站在阴影里 看到我车过来 挥挥手 让我停在他的车屁股后面 我从车里出来 与端木握手道 领导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端木淡淡地笑了笑 一眼看到 从车里出来的猪花鱼 惊异的神色 在脸上迅速蔓延 我介绍说 小猪 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端木黑黑地笑 在我耳边轻声说 御风 你小子有眼光啊 我也低声说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让给我呀 端木兄 对不起 我没这么大能耐 朱花鱼听我们在低声说话 似乎感觉到了 我们在说他 他不但不含羞 反而落落大方地 朝端木伸过来手 笑吟吟地 要与他握手 端木夸张地 将手在身上擦了擦 嘴里不停地嚷道 我得把手擦干净 免得污坏了美女的手啊 我们一起笑起来 随着端木进了大院 徐梦达已经能够站起来 但还不能正常走路 他恢复得很好 我第一眼看到他 就被他满面红光的样子 惊讶了一下 他与过去叛如两人 过去的徐梦达话不多 人显得很沉稳 现在的他不但话多 而且眉飞色舞 就在我惊讶于他变化的时候 徐达夫人笑呵呵地出来 看到我和珠花雨笑着问我 是横跃式的小玉吧 我赶紧迎上去 双手去扶他 徐达夫人却推开我的手说 小玉啊 你看我是老了吧 我笑着说 阿姨不老 年轻着呢 徐达夫人微笑道 我要是老了 梦达就不会回家了 你看看他 现在整天像个孩子一样 正好你们来了 大家都来说说 他该不该去 我疑惑地问 徐哥要去哪 徐梦达不耐烦地对他妈说 妈 你再唠叨 我就不回来了 徐达夫人瞪他一眼说 你敢 徐梦达笑嘻嘻地说 妈 你都知道的 我没有不敢做的事 再说 我这次去 可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你们老徐家传宗接代 你不让我去 别怪我没尽到责任 徐达夫人被儿子这么一说 顿时开不了口 只拿眼睛看着我们 我凑过去问 徐哥 你究竟要去哪 美国 干嘛呢 我傻傻地问 薛老师叫我过去 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心跳 薛老师 不就是薛斌吗 他叫徐梦达去美国干嘛 我今天叫你们来 也就是让你们给我拿个主意 当然 你们怎么想我不管 我是决意要去的 徐梦达不紧不慢地说 我如果不去 我这一辈子 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幸福了 我知道薛斌在美国留学 他去了美国以后 从来就没跟我有过任何联系 现在突然听到 他与徐梦达有联系 而且还叫他去 我的心里不免隐隐有些失落 同时有看不到的嫉妒 在慢慢地滋生 薛老师要你去美国干嘛 我酸酸地问 表面上却装作与我毫无关系 因此我的口气显得很友好 郭伟去了 徐梦达的话从嘴里一冒出来 我的惊呼声跟着就响起了 徐梦达看着我的失态 疑惑地问 你怎么了 我摇头说 没什么 郭伟去美国 也没跟我们打个招呼 这家伙偷偷偷摸摸的 想干嘛 端木在一边说 郭伟这家伙不守信用 当初孟达答应他的事都办到了 他到现在却反悔了 说什么爱情是不可以转让的 徐梦达阴沉着脸 挥挥手说 我们不管他 关键是薛老师 他爱不爱他 我们能看出来 如果他爱郭伟 他就不会让我去 问题是你现在的身体能去吗 徐达夫人爱恋地说 孩子 这个薛老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除了他 你就看不上其他女孩子了 他说着一眼看到珠花雨 笑眯眯地说 比如你看人家小玉的女朋友 又漂亮又大方 这世界上的女人万万千千 一棵树上吊死的人 是最不值得同情的人啊 徐梦达苦笑着对他妈说 妈 我们说点话 你老掺呼着干嘛 您要有空 不如去帮我熬了药过来 我现在想喝了 徐达夫人听说儿子要喝药 顿时喜笑颜开 乐颠颠地要去厨房 熬药 他走到厨房边 回身叫我说 小玉啊 你来帮我一下 我起身跟着徐达夫人进了厨房 还没站稳 他就急匆匆地说 小玉啊 你劝劝梦达 他自从昨天接到一个叫薛老师的电话后 就嚷着要去美国 饭也不吃 药也不喝 你说 他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去啊 我安慰他说 阿姨 您放心 我来劝他 一边说 一边帮他 将沙罐里倒了水 端放在煤气炉上 打着火 不过 徐哥会不会听我的劝 我没把握 如果他坚决要去 您也一样放心 我们会安排人跟着他去 徐达夫人长叹一声说 哎 这孩子 四十年了 我是第一次看他为一个女孩子如此上心 其实啊 我和他爸都没拦他的意思 只要是他看准的人 我们都会无条件支持 他不小了 我连连说是 同时介绍说薛冰来自我们横跃市 是一个优秀的民歌手 现在在美国深造等等 徐达夫人长叙一口气说 小玉啊 我和他爸也经常听起孟达说起你 你看这是闹的 既然他来找你要主意 说明你们的关系好过我们做父母的 我看这样吧 如果孟达坚定了主意 我想请你陪着他一起去 我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 一个年纪貌敌的老人开口求我 纵然自己千般不愿意 我也无法张口拒绝 他示意我去客厅与徐孟达说话 自己站在厨房里 安静地听我们交谈 徐孟达看我出来 招手让我过去 在他身边坐了 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包烟说 玉丰 我们家是无烟之家 你小的来了 破戒 我黑黑地笑 从桌子上拿过烟来 左右端向一番说 徐哥 好烟 徐孟达汉手微笑说 你可以抽 我摇头说 徐哥 我不能把你们家的戒破了 不抽了 我拿走 回去抽 说着将烟揣进口袋里 轻声地问 徐哥 你想好了 徐孟达笑道 为了自己的幸福 就是刀山火海 我徐孟达也一样要闯的 你来分析一下 郭伟跑去美国跟薛老师求婚 究竟想干什么 我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 端木骂道 这就是个小人 当初孟达为了他 能坐上你们 横跃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的位子 不知花了多少心思 动了多少资源 老爷子还亲自 给你们组织部长打过电话 你说 这家伙是不是中山狼 徐孟达笑道 你也不必骂他 郭伟倘若真爱薛老师 当初就不会拿位子来交换了 现在即便薛老师也不爱我 我也反对他嫁给郭伟 这个人 人品有问题 我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郭伟不声不响地 做了工业园区的主任 居然是拿薛冰的爱情来交换的 薛冰究竟爱没爱他我不知道 但薛冰不爱徐孟达 我却是非常清楚的 我不能将这意思告诉徐孟达 那样他会伤心 徐孟达自从在苏西镇搬迁典礼上 见过薛冰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了他 之后他想办法搞关系 将薛冰调到省里来 以及安排他出国深造 所做的一切 莫不体现他的浓浓爱意 但他与郭伟达成的交易 我却是第一次听说 就好像一个尘封的缸一样 揭开盖子 我才看清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想起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 薛冰在彭小院面前 说起我们的爱情故事 传递他只爱我的意思 我突然有种被戏弄的感觉 郭伟什么时候去的 我问 也就这几天吧 徐梦达叹口气说 昨天薛老师给我来电话 说郭伟找到他了 他希望我也去一趟美国 大家当面把话说清楚 有什么要说清楚的 我冷笑着说 薛老师这意思是拒绝他 还是接受他 叫你过去能解决什么问题 徐梦达深深地看我一眼道 郁峰啊 说你年轻吧 你还真不服气 女人这个时候 不是需要一个靠山吗 朱花宇微笑着说 徐哥说的真对 女人啊 在最无助的时候 想起的第一个人 就是他最信得过 也能托付终身的人 徐梦达双手一拍笑道 徐峰啊 你看看 你还没人家小女孩懂事 我差点就把郭伟的事 说了出去 现在我还真拿不准了 万小提供的消息是 郭伟没有出镜记录 那么他是怎么出去的 疑问越来越大 以至于他们在说什么 我已经充耳不闻 端木在一边怂恿着说 孟达 我觉得你还是满足 薛老师的邀请 徐梦达就来看我 我茫然地看着他 徐达夫人端着中药出来 轻轻地吹了吹汤药说 孟达 你听听小玉的想法吧 我被珠花宇推了一下 才猛然惊醒过来 继续茫然地左右乱看 徐梦达皱着眉头说 郁峰 你怎么怪怪的 你说 我该怎么办 我迟疑了一下说 端木处长的意见 我觉得行 徐梦达一听 顿时笑了起来 指着我说 郁峰 你陪我走一趟 我坚定地点点头 徐梦达的意思 刚好是我想的意思 我要去会会郭伟 事情骆驼了 徐梦达的心情 无比的高兴 嚷着说 肚子饿了 要吃东西 徐达夫人 像是听到了圣旨一样 赶紧呼喊着保姆 准备吃饭 一顿饭 我吃得索然无味 一桌子的人 除了徐梦达 在高谈阔论之外 我和珠花宇 几乎都没开口 只有端木 不时答应他几句 直到饭吃完了 也没见徐达部长回来 我准备告辞出门 徐梦达叫住我说 你也不要去住什么宾馆了 你去会所住吧 我还想推辞 端木笑道 徐峰 我可是想住 梦达也不给住啊 徐梦达正色道 人家原道而来 是客人 你天天在 再说 你敢不回家 端木黑黑地笑 说 梦达 你还真看死了我 你的那个嫂子啊 我一天不回家 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 烦死我呢 徐梦达受伤住院后 他的会所照样开着门 徐梦达的会所是会员制 一般人根本进不了门 我之前于小姨在会所住过一次 知道里面的豪华 非一般人能够想象 徐峰 你准备准备 这两天我们就出发 徐梦达安排我说 等我们回来 再把你的位子挪一挪 我心里一股闷气 他说的要给我挪一挪 我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 徐梦达不是干部 甚至连公务员也不是 他凭什么给我挪一挪 但他既然说出来 就表示他一定有办法 他能将郭伟扶上 横跃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必定能将我屁股底下的位子挪动 像他这样的人 没有人能看得清他的能耐 一个星期后 我和徐梦达登上了去洛杉矶的飞机 我们这行人 除了我和徐梦达之外 随行的还有两个人 横跃市主管经济开发的副市长 和市检察院的一位副院长 多了两个人 一切皆在我 我从省城回去后 带着老婆黄薇薇就回了娘家 我的儿子年年已经能叫 妈了 这让黄薇薇母性勃发 除了晚上睡觉 他不与儿子在一起 其余的一切时间 他都交给了我的儿子 晚上他要跟我睡 他不喜欢我们在柔情蜜意的时候 被儿子看到 尽管儿子还很小 他照样不允许 在他看来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要绝对的私密 黄山部长听说外孙回家了 他也早早地回家 坐在客厅里斗着年年 我鼓了几次勇气 才说出来话 爸 我有件重要的事给你汇报 黄山部长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有事应该跟你的上级汇报 跟我汇什么报呢 说着继续去斗年年 整个形态看不出半点部长的威严 就与我小时候隔壁邻居老大爷 一模一样 我咳了一声说 爸 这是太严重了 黄山部长这才抬起头 摆摆手说 去书房说 一进他的书房 我就将郭伟去了国外的事说了一遍 最后加了一句 他不是走正常出境途径 因为海关查不到他的出境记录 黄山部长的眉头越锁越紧 我告诉他的事 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 横跃士见识以来 还未出现过这样的事 这让黄山部长一时也手足无措起来 他在屋里转着圈子 转到我脑袋发晕的时候 他问我 还有谁知道 我摇头说 没有人知道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本来想说钱有余借款的事 话到嘴边 我验了回去 我的股份 从小姨的陆桥公司退出来 就是黄山部长的主义 她一贯反对家属经商 但顶不住我的丈母娘 陈雅志 有时候只得睁只眼 闭只眼 我撒了个谎说 我有个朋友 在工业园区投资 找不到他人 打听过来的 你这朋友是什么人 黄山部长警惕地问 他是我们春山县苏西镇的一个建筑老板 我解释说 这个人原来在我搬迁苏西镇的时候出过大力 他呕了一声问 此事与你没关系吧 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走 我们去找陈书记 黄山部长想了想说 这事要马上给陈书记汇报 事关重大 千万不可泄露出去半点消息 我惩惶惩恐地跟着他下楼 司机已经备好了车 我们一上去 就马不停蹄往陈书记家赶 陈书记在书房听了黄山部长的汇报 我在楼下的客厅里看着墙上挂着的沉蒙照片发呆 莫阿姨叫老保姆给我上了茶 她喜欢安静 自己回到房间去休息了 偌大的客厅里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 黄山部长半天没下来 午夜时分 又急匆匆来了几个人 其中就有市长 我不想让市长看到我 因此在他进来之前 我已经起身去了洗手间 凌晨时分 楼上响起一阵脚步声 我知道领导门已经开完了会 我继续去洗手间回避 等到他们都离开了 我才从洗手间出来 老保姆正要锁门 看到我从洗手间出来 慈祥的微笑 打开门绕出去 门外除了黄山部长的车 已经看不到一个人 黄山部长看我上车来 汗手问道 没人看到你 我摁了一声说 我回避了一下 他满意地点头说 你的消息是准确的 刚才已经派人去了工业园区办公室 找到了郭伟留下的一封信 说了什么 我迫不及待地问 坐在后面的黄山部长一声没坑 我看一眼郑金威坐开着车的司机 悄悄吐了一下舌头 回到家 黄山部长才告诉我 市里决定派人去郭伟目前所在的洛杉矶找人 其中就有我 我正迷惑为什么有我的时候 黄山部长解释说 你与他过去的搭档 他人在国外 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最后的办法就是 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劝他回国 晚上我们在黄山部长家住了 陈雅智局长抱着年年去睡觉 我和老婆黄微微回到他的闺房休息 黄微微人嫁给了我 家里的陈舍确实一点也没动 按他的说法 是他妈有意不动的 说万一我欺误了他 他还能回娘家去 我一把搂住他说 老婆 我会欺误你吗 他笑眯眯的看着我说 会 证据 我伸出一只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说 没证据 今晚我可不饶你 他根本不搭理我 娇笑着说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啊 我低下头 吻着他的耳垂说 老婆 我爱都爱不过你 还会舍得欺误你吗 他满意的摁了一声 手扶着我的脸 说老公你瘦了好多呢 我能不瘦吗 本来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不明不白就被抛在沙滩上了 我闻着他的发箱说 老婆 我想爱你了 他的脸红了一下 挂着我的鼻子说 贪吃猫 我心里的欲望顿时被勾起 将他横抱起来 轻轻放在充满鲜花香味的床上 尽情地欣赏着这属于我私人的珍贵 一通忙乱 我仰面八成地躺在床上 呼唤着他说 老婆 我要死了 他咯咯地笑 扭了我一把说 不许死 我还没同意 你就不许死 我叹口气说 老婆 如果我突然死了 你会这么办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 柔声说 我老公 不会死 我说万一 没有万一 人生很多万一 我说 心里想着要去美国见郭伟 还不知会是什么结局 如果真有万一 我就跟着你去死 他认真地说 眼眶里就迎上来一层水雾 看得我心痛无比 你不许死 我抚摸着他的胸口说 我儿子还没大呢 他颤抖了一下 突然将身子压下来 严丝合缝地趴在我身上 说 老公 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的老婆是个天真的老婆 她不喜欢政治 不喜欢当官 她只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 安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一点 我在春山县搞社教的时候 就领略到了 当年她出落的 还没今天这般有孕质 就像一朵稚嫩的小花一样 在烈日和暴雨中 顽强的这生命 她怯怯地 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一朵花的盛开 一只蚂蚁的死亡 都会让她惊喜 让她落泪 她默默地跟在我身后 无论寒暑 总会给我温暖与清凉 她已经成为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有她 我已经无法适应这个世界 没有 我搂着她的后背 双手在她光滑的背上游动 你骗我 她抬起头看着我说 你跟我爸在搞什么 半夜出去 招呼也不打 我正在想起 我们回来的时候 陈雅智和黄薇薇 都在客厅等着我们 他们没去休息 就连我儿子年年 也是躺在她外婆 陈雅智的怀里睡着的 有些事 不能说的 我将她从身上抱下来 搂在怀里 吻着她的额头 说 老婆 对不起 她笑了笑说 我懂 我不打听 你们男人的事 女人不要听 我的心里 一阵阵的愧疚 如此可人的老婆 我却做了很多 对不起她的事 在男女问题上 我总是受不了诱惑 每次我在事后都发誓 这是最后一次 但每到关键时刻 我总会情不自禁地 放纵自己